《七月流火,九月受医》 这两句诗曾经在古代老百姓广为传唱 是最有名的两句 《诗经》里面就这样说 也就是说七月的时候 天上最热的那颗星素 更像是太阳了 就已经到了夕阳夕下 有这个趋势了,但是它还在 那后来可能人又加上八月未央 八月还没有完 然后九月呢 就开始要准备制备寒衣 寒露啊 这个时候一定注意饱满 说春雨秋冬啊 要不要秋天的最后一个月 马上就冬天了 就不要再冻了 就注意 穿袜子咯 秋裤咯 就是秋天应该做的 至少这个脚是最重要的 寒老 都是在脚腿而生 那脚是最基础 说这个白露应该暖身 寒露就要暖脚了 现在人穿袜子要强调一下 这个一定要穿长筒 这个年轻流行的那种短 我实在不知道 穿起来也不舒服 而且就看着好像是露一半 干嘛呢 嗯 然后 这个寒露啊 孤名思义 就是它这个露水 变寒了 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气候 这个抛开外物来说 地火水风 金木水火土 就这些东西 空气 阳光 水 打地 这些 嗯 是最自然的 所以说 以这些为基础来明明 那然后 其次呢 就是二十四节气之后 七十二后 就这十五天 前五天是 红颜来宾 哎 前面不是说过这个红颜 已经从北到南 红颜归了吗 玄鸟 什么 那个燕子也都归了吗 那这个时候来宾 宾者就是 西克嘛 他就来的少了 也就是说 隔三差五的 还有 最后 落到尾巴的这些 陆续也都来了 所以说真的很冷 这些候鸟就是跟我们 最好的提示 嗯 也搞不清楚那几个是身体最好的 还是身体最差的 反正飞的也慢 也不怕冷 到底是 嗯 中间呢 就是 啊 雀鸟 那入 大海 雀入大海 化为隔 嗯 就是那个 嘎吏 嗯 现在也可以叫牡蠣那一类的吧 嗯 这句话其实很有深意 那我们 一传 前面也解释过 啊 这种就认为他 直接就变成了这种 嘎吏 那古代人真的有这么傻吗 啊 一个是 富有诗意 啊 擬然化 二呢 这个时候啊 最重要的 你看 秋楚 陆秋 寒霜降 啊 在秋末的时候 啊 这个时候 走到这个虚位了 这个 羊近了 羊近了 最后一个羊了 啊 再不说来不及了 就告诉你 这个 啊 羊从哪出来了呢 从下面出来了 就化 化羊为浅 浅龙 就在 这个这个 去了两个羊窑 啊 岸道里一半一半了 他在下面其实已经暗自在生了 只不过没有露出水面 告诉你已经快露出水面了 那 没那个 一些 海潮来的时候 就能看到了 嘎吏 身上的花围也很像那种鸟 天上飞的没了 水里的 出来了 然后再到陆地 再到天上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最后呢 就是菊花 菊花有花 这个菊花开了 很奇怪 这个 一年次季 它都有花开 当然夏天的时候 一定是草木最旺盛最多的时候 但是 每一个季节 大自然都会给我们一个 相应的 一个问候